既然陈家能借太后 将成国宫通敌的书信 呈给皇上 那么也能够借皇后娘娘 换来好的前程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 林一望着窗外慢慢思量 问题出自五王妃 五王妃从出嫁前的娇蛮 变成了如今的随意亲和 经常出入宫中 在太后面前 又是精心服侍 难免博得太后的好感 五王妃的生母淑妃娘娘 当年又是太后主持 选进宫中的 在太后心里 也许那时候 就和皇后娘娘生了嫌隙 这些串起来 周郎桓也只能是 站在了太后那边 林一撇开思绪 吩咐古妈妈 让人送消息去其家 就说 明日我去看其二奶奶 无论是为了古二的事 还是周郎桓的病 她都要去一趟齐家 古妈妈应了一声 下去安排 林一让菊红去准备一些 新烟子的蜜饯 给周郎桓带去 康郎桓送消息的人 到了其家 周郎桓正靠在软榻上看书 旁边的桂儿端了热水来劝道 奶奶别看了 这两日 奶奶眼睛红红的 可是流眼泪 这样下去就要落下病 桂儿话音刚落 门上的婆子就来回话 康郡王府来人了 周郎桓手指一松 手里的书不小心合上 半晌还软软地问道 怎么说 门上的婆子道 说康郡王妃明日要来看奶奶 周郎桓下意识地吩咐贵儿 快让厨房准备一些 康郡王妃喜欢吃的千层酥 还有梅子糕 中间的夹馅我来做 千层酥不好做 要提前准备 才能又酥又香 林依那张嘴最雕 差一点点味道 都能被她尝出来 梅子糕虽然各家都做 可是林依最爱吃她做的 他们两个人口味很奇怪 林依喜欢吃她屋里的点心 而她却喜欢吃林依屋里摆的 周郎桓又想到 前几日她还给陈八小姐 做了一套小衣服 正好让林依看看 能不能拿出手 于是吩咐秋童去取来 门上的婆子退了下去 贵儿去了厨房 秋童去取衣服和针线 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 周郎桓垂头看着手里的书 也渐渐回过神来 从前她和林依坐在一起的 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 可现在已经是物是人非 第二天 林依一早就去了齐家 马车还没到齐家垂花门 就停下来 跟着的婆子在车厢外回禀道 齐家府前停了一辆马车 我们只能等一等 大约一整茶的功夫 康俊王府的马车 才停到齐家门前 林依让菊红搀附着下了马车 林依没走几步 就瞧见了在垂花门等候的齐武小姐 齐武小姐笑着上前挽了林依 几次请你都不肯来 非要等到我扫索病了 才能见到你 齐武小姐定了亲 不能四处走动 林依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齐武小姐 这次要不是周郎还病了 齐武小姐也不能出来待客 林依笑着看齐武小姐 准备得如何了 若是用我帮忙尽管说 齐武小姐知道 林依指的是她的婚事 听着就红了脸 你是专程来打去我的 我现在才知晓 你和我三姐是一条腾 两个人说着都忍不住笑 林依低声问 腦缓的病如何了 齐武小姐目光闪烁 只是怕冷 不怎么出屋 兴许过几日也就好了 说着顿了顿 大嫂刚接了五王妃进屋 五王妃也是来探望二嫂的 原来在齐家门前所停的马车 是五王府的 那还真是巧了 她和五王妃赶在了一起 林依和齐武小姐说着话 去了钟郎还的院子 钟郎还穿着鹅黄色荷花 挑青线被子 带着粉色抹鹅出来接林依 齐武小姐看着就笑 你们两个是不是一早商量好的 衣服颜色也要穿一样的 林依今天穿的是 鹅黄色石榴花刻丝被子 鹅黄色暖 看起来让人觉得温和 柔软好亲近 她选鹅黄色 是因为嫌要说古二的事 话说起来未免会有些生硬 暖色调能将这种距离拉近 周郎还和她选了一样的颜色 病了怎么不在屋子里躺着 林依先笑着看周郎还 周郎还目光有些闪躲 最终还是和林依目光相接 周郎还的眼睛不如往日那般 清澈闪亮 神色复杂 半赏才到 已经好多了 踩走这几步不碍事 林依和周郎还拉着手进了屋子 周郎还的手指一成冰凉 武王妃穿着玫瑰红金丝溜边被子 头戴一只层层叠的石榴花 笑容看起来十分的清和闲静 只是染满扣单的指甲得意的轻翘着 武王妃再怎么装着温和 也改变不了自己的习惯 还是喜欢穿戴显眼 武王妃笑着道 康郎王妃来了 说着眼睛弯成月牙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到的时候 其二奶奶可没去接呢 其大奶奶文士在一旁笑 武王妃可凑怪二弟妹了 二弟妹想要出门 是我要争着去接王妃 哟 瞧瞧 武王妃头上的宝石十分耀眼 提起帕子眼嘴笑 我不过是说一句话 就有人呼气其二奶奶了 文士不说话 抿嘴笑着看了看周郎桓 就去吩咐小丫鬟去提茶来 两个人很有默契 看来和外面说的一样 文士照常管家 周郎桓帮衬着不争不抢 周里两个相处得很好 众人说笑着品茶 武王妃让丫鬟 将手里的盒子放在桌上 打开以后 里面装的是一支支小瓷瓶 这是我娘家用的药膏子 补气易血的对妇人极好 每年都会做一些 前几日拿给太后娘娘尝尝 太后娘娘就想起了 其二奶奶来 说其二奶奶这些日子 气色不太好 太后这样看中周郎桓 林一不动声色地喝茶 武王妃饱含深意地看周郎桓 其大奶奶像是没听到一般 周郎桓微微地笑 笑容稍微有一些不自然 武王妃喝了口茶 这是自己印制的花茶 怎么还放了 林一接开茶盖 是雨前的围山茶 茶树是桥木 相传佛祖在桥木下出生 围山深山寺里种了许多茶树 这茶树每日都是软香火 所谓茶佛一味 吃茶时必要念起是佛 所以参禅最好就是竹饮围山茶 其五小姐微正 这个她还从来没听说过 怪不得二嫂为了围山茶 竟要送去给祖母 原来是因祖母礼佛 二嫂和花茶一起泡呢 这个原因 大约是因为没有佛家之花金婆罗 就用金菊花来代替 金菊浮在茶碗里 像是一朵朵莲花 倒是意境容彻 周郎桓并不明佛经 这样调查 不过就是觉得有趣罢了 林一和周郎桓相视一觉 文士也看着稀奇 你们两个笑什么呀 林一喝口茶又笑道 我想到佛祖拈花微笑 佛祖拈花微笑 只有明白的人 才知晓这里面的玄机 周郎桓道 这还是我在康郡王妃那里学来的 将花茶和绿茶泡在一起 王妃将茶放在矮桌上 拿起帕子轻擦嘴角 一脸的羡慕 都说你们两个感情素来好 如今我算是相信了 谁不想要个无话不谈的手帕娇 无话不谈 她故意说出来 周郎桓在太后那里说的话 想必康郡王妃 如今也有了耳闻 什么手帕娇 不过是面子上说说而已 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哪里还会顾及这个情分 康郡王妃母家靠不住 康郡王又根基不深 康郡王妃这样的人 哪里会有真正的感情深厚的朋友 只要想想没出嫁前 周郎桓和正妻小姐 帮着康郡王妃说话 她就气愤难消 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反目 她怎么也不甘心 王妃微微一笑 当年在林姨面前受了委屈 她还气得食不知味 现在想起来 神的目光真的不要太短浅 这林姨不过是得了一十口舌之快 林姨前她的这笔账 早晚有一天要还回来 她听了父母的话 没有嫁给康郡王那是对了 父亲说得好 只有嫁给尊贵的人 才能一直高高在上 那些对自己不恭敬的人 总会在她面前卑躬屈膝 现在周郎桓如是 将来陈林姨更要如此 吴王妃微台下河 看到周郎桓眼中僵硬的神情 还是齐大奶奶文氏笑着解围 吴王妃喜欢牡丹 家列花匠配置的位子 每人交 交股都开了 我们家老太太 让人从曹州买来的呢 曹州牡丹是最有名气的 吴王妃笑道 那要去瞧瞧 我们府上摇簧位子是有的 唯独没有交股 文氏带大家去赏牡丹 周郎桓病在屋里 不方便出去 林姨笑着不去了 我只喜欢守暗红就不去看了 在屋子里陪郎桓 也好 吴王妃笑得更欢唱 你们两个趁着我们不在 方便说悄悄话 说着还招呼齐武小姐 我们去看我们的 他们两个聚在一起 也少不得拉手说话 我们再到碍事了 齐大奶奶文氏 显然不想掺和这个 只是一心待客 齐武小姐也跟去照应吴王妃 三个人一走 历时带走了不少的丫鬟婆子 胡子里真正安静下来 周郎桓吩咐贵儿去拿林姨安吃的点心 目光流转间少了笑容 林姨喝了口茶 看向周郎桓 表情闲静 如同往常一样 姐姐可信我 听到林姨的话 周郎桓手指缩起来 林姨笑道 姐姐连着吃几副太医院的千金方 并会好得快一些 秋冬时补身最好 要不然拖到开春 反而身子虚热 周郎桓核手 就听你的 衣礼上 谁能和你较真呢 林姨敏嘴叫 有件事 我要和姐姐说 说着 看了一眼身边的狗妈妈 狗妈妈上前几步 公身道 都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周郎桓有些诧异 没想到 是狗妈妈站出来说话 狗妈妈道 奴婢当家的是山东人 和府上的下人 常望是老乡 奴婢家的二儿子 在外拼逢收买草药 无意中认识了常望 若是因此 外面有闲话 对其家不利 是奴婢疏忽大意 没有管教好 林姨道 之前 龚二媳妇和我说过 龚二在外 买卖草药的事 这段时日 家里事多 我也没有过问 没想到 龚二会在 买卖草药的时候 日市常望 虽说 是背着主家 偷偷赚一些银子 经营中 买卖草药的下人 也有不少 遇到别人家 下人也是常有的事 两个人 没有多说什么话 龚二没放在心上 常望大约 也是这样的情形 今时娘身边的管事 碰见龚二买卖草药 我这才知晓了 整件事 买龚二草药的 全六寻不到了 我正使人寻 卖给龚二草药的人家 周郎桓这下 听了明白 她听到 常望和林姨的 陪访有来往 没有将常望 叫来细问 也没有去告诉林姨 林姨知晓了 整件事 却来和她说清楚 相比之下 她不只是疑心 而且愚蠢 周郎桓看了看龚妈妈 龚妈妈忙退了下去 周郎桓的手把 钻得更紧 我 你都知晓了 有些话到了嘴边 方觉得难以启齿 可是 在太后娘娘面前 看着太后娘娘的目光 她就自然而然 要顺着太后的意思 说下去 齐仲轩 也帮陈姨家说过话 齐家目前的近况 也如同走在刀刃上 若是没有了太后的庇护 她觉得 就像是脚下踩空了一样 这样的惧怕和依靠 让她不知不觉中 就没有了抵抗 从前 只要是太后的意思 她坐起来 都觉得万分的顺畅 唯有这一次 她心中坚涩 说不出的难过 回来之后 便是如同大病一场 每一看想周郎桓 周姐姐好好养病 填养好身子最重要 周郎桓的话 已经呼之欲出 她想不知道都不行了 两个人刚说到这里 只听外面传来 五王妃的声音 请脚骨给我 齐二奶奶不一定能舍得 拱妈妈不动声色地 推开门进来 片刻功夫 大家都进了屋子里 重新落座 望着小心翼翼的周郎桓 五王妃笑道 我们是来探病的 没得到天了乱 说着去看沙漏 时针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齐二奶奶就好好养病 等病好了 我做冬 请你们来听戏 林依也起身告辞 周郎桓抬起头来 欲言又止 齐二奶奶文氏和齐五小姐 将五王妃和林依送到垂花门 文氏还不忘了 将一盆胶功牡丹 送到五王妃车上 林依回到康郡王府 进内室里换好衣服 拿起针线来做 去了一趟齐家 那些盘缓在她心里的问题 都有了答案 周郎桓去过太后的慈宁宫 宫里的情势就有了变化 这几日 皇后要牵去昆宁宫的消息 越来越淡了 慧妃娘娘宫里赏赐不断 皇后的母家远亲出了事 牵连到了父亲 周十九也离京 去了天津府 周郎桓和她交好人尽皆知 从周郎桓嘴中 说出关于康郡王府 和陈家的事 也就最可信 现在 政局对父亲不利 内宅中 只要她不能将 拱二的事弄清楚 不几日功夫 经理就会传言四起 周郎桓 在太后面前说的那些话 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她和齐二 不清不楚在前 周郎桓 为其他在后 林一想到 武王妃那一双 异常明亮的眼睛 一直盯着她瞧 好像 她是一条 砧板上的鱼 林一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仅要压垮她 没那么容易 有些事 古妈妈还不明白 既然俊王妃 已经猜到了 怎么不接着 齐二奶奶的话茶说说 也好让齐二奶奶知晓 我们也不是被蒙在鼓里的 那时候怎么说 只要开了口 必然不是什么好话 周郎桓聪明 有些话点到为止 再说 旁边还有一个 看笑话的武王妃 就算要发放 心中的不快 也犯不着 在外人在的时候 林一看见古妈妈 古二在外买卖药材 没向福利管事 知婚一声 按照家法 我也不能护着她 无论是谁 都要有规矩 轻纵一次 将来别人也脱了管束 让她先去领二十板子 合了她这个月的银米 差事也先停了 林一说着 将对牌递给菊红 龚二犯了错 理当受罚 越是赔房 越不能袒护 孔妈妈知晓 龚二惹了多大麻烦 赎金不过是皮肉之苦 顺不得什么 林一接着道 龚二媳妇还照常给我梳头 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府里少些此类言语 龚妈妈应了下来 林一则回到内室里 接着看庄子上 送来的账目 林一师 装 装